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9月18日 利物浦大胜水晶宫卯难渡 周六晚上,应超赛场同时上演多场较量 其中一场是由利物浦将主场迎战水晶宫 要知道利物浦近年在应超赛场是水晶宫梦魇般的存在 过去四个赛季八次交手,利物浦全部斩获胜利 足以可见红军此番主场作战对三分是志在必得 利物浦新赛季开局发挥非常不俗 五场各项赛事斩获四胜一合 只有与车路式的强强对话当中没有全取三分 周中与AC米兰的欧关联分组赛 堪称冤架巨手的较量 双方贡献出了精彩的比赛 就算利物浦在上半场末段连续失球 但是球队实力更强加上如潮的攻势 下半场连入二球 还是让AC米兰败走燕飞路球场 该场比赛的功臣无疑是穆罕默德 沙拿和队长佐敦 宣达臣 前者在进攻端起到牵制作用 而且作为进攻核心不时出球寻找进攻机会 而佐敦 宣达臣则为球队攻入一力制胜球 还是以世界波形式取得 回到联赛 利物浦继续主场作战 更为有力的是他们的对手是水晶弓 要知道在过去四个赛季的八次交手当中 利物浦全部取得胜利 上季更是奉上了一场7比0的屠杀 作为利物浦一方显然对取胜信心满满 阵容方面 后卫尼高 威廉氏 中场哈维 埃利洛和前锋罗拔图 费明奴都应商必战 水晶弓的赛季首场胜利 很大程度归功于热刺球员的鲁莽行为 上轮联赛水晶弓的三个入球 都是在对方踢少艺人的情况下取得的 不过终归是取得了新赛季英超的首场胜利 水晶弓在此前四场各项赛事均无法取得胜利 其中前三场还是颗粒无收 直到最近才有起色 水晶弓攻击线头号人物为费特 杀下赛季至今只贡献了一球 反而是新加盟球队的奥辛尼 爱度亚特在上仗没开二度 表现较为亮眼 不过本轮水晶弓将要做颗粒物浦 对于前者来说 刚刚尝到了胜利的滋味 就要面对近四个赛季都不敌的对手 想必球队的士气并未如预期高涨 此外 考虑到水晶弓本赛季五场各项赛事 都无法在上半场取得入球 而利物浦五场各项赛事上半场都有入球 相信本场比赛的结果在上半场就已经有分小 阵容方面 后卫尼敦 费格逊 中场爱被劣质 伊斯和前锋谢费力 输入普君英商无缘出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